众所周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一介不一启事 转战南北并最终建立大明王朝 在朱元璋的治理之下 大明王朝开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势 然而朱元璋毕竟出身草根,也犯了不少错 比如他晚年未巩固黄犬而滥杀功臣 在国家治理上也走了历代王朝的老路建国后大封诸侯王 随着昔日的功臣权贵接连被斩杀殆尽 朱元璋自己也走到了生命尽头 朱元璋死后,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交给了皇太孙朱允文 少主当国,自然人心不服 年纪轻轻的朱允文刚坐上皇位 就招致各大藩王势力的妒忌和不服 其中有以坐镇北方的燕王朱棣为甚 说起来,朱元璋对此自然是能够有所预料的 然而在将大多数功臣屠戮殆尽后 朱元璋才发现偌大王朝竟然无人可用 身边也没有信得过的忠臣良将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朱元璋的脑海中 穆英坐镇西南 麾下拥有三十万穆家军 穆英与太子朱镖素来交好 况且又是自己的样子 穆英之子穆盛更是从小与朱允文一起长大 穆英父子的忠诚度都没有问题 以穆家军的实力来说 万一情况有变,仍可保朱允文无余 在察觉各地诸侯蠢蠢欲动之后 建文的朱允文在谋臣齐太与皇子成等人的建议下 打算先发制人 决定实行削藩 齐太先是设计将燕王使臣邓庸下语 言行审文之下 搜罗了一大堆朱棣蓄意谋反的证据 之后便上报朱允文 朱允文以此为借口数次刁难朱棣 一再削弱其实力 然而 燕王朱棣其是束手就擒之辈 多年征战将场的他 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果断以尊祖训朱坚臣为名 打着清军策的名号 从北京市诗出发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静难之一 被挨的是 由于朱允文先前采取的薛番方略 在朱棣发动静难之一之时 当时站在朝廷一方的诸侯王 皆已被削弱殆尽 面对朱棣的疯狂进攻之下 朱允文环顾四周竟发现无兵可调 这才硬着头皮和朱棣干了起来 战争爆发出气 朱允文站尽下风 毕竟朱棣常年镇守北疆 麾下部队战斗力强盛 况且北方将领多谢朱棣救部 因此战争一开始 朱棣不费炊微之力就收服了大批军队 不过朱允文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还是大权在握的皇帝 缓过神后迅速调集军队 任用洪武年间将耿炳文为大将军 亲率三十万大军平叛 一时间朱棣大军被围困于河北一带 进退两难 不久后朱棣收到密报 得知京城金陵防务空序 这才果断调转战略方向 一路南下 企图攻打南京 带到朱棣攻克扬州 朱允文这才对其战略意图恍然大悟 深知危急存亡 于是提出割地求和 结果被朱棣一口回绝 直到这时候 朱允文才想到皇祖为自己留下穆家军 然而此刻朱棣大军已经到了自己眼皮底下 想等穆家军救援无异于天方夜谈 就这样建文帝最终断送了本属于自己的江山 感谢观看